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命运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决策的奥秘 不妨读一读这本《如何做出正确决策》 本书作者加里·克莱因是美国知名认知心理学家 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和企业最敬佩的决策导师 他写的这本《关于决策的书》 被美国《商业与策略期刊》评为 二十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图书 甚至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指定经典读本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解读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读完之后你将认识到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我们做决定 了解到真正的决策高手是如何做决策的 你还能够了解到提高决策能力的具体方法 从而把握好人生的每一次机会 事不宜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首先我想问你 你平时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呢 你也许会说 我会先找到所有的选择 然后再对这些选择进行比较 最后选那个最优选项 就比如当我想买电器时 我会货币三家 从性能价格售后服务等各方面进行比较 然后再决定买哪一个 不得不说 你的这种决策方式 很理性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种决策方法可行的前提是 你必须能掌握所有信息 这些信息也必须是可靠的 同时呢 你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 饱满的精力 可是如果你现在时间紧急 决策的这件事呢 也比较复杂 你能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 那么你就很难再用这种方法进行决策了 这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本书的作者加里克莱因 对消防员 军人 医生等职业进行了多年的实力跟踪 这些职业啊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 而这个决策的影响又特别大 一旦决策错误就可能会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多年的实力跟踪中 克莱因发现那些在做决策时深思熟虑 分析比较两种以上行动发案的人往往是新手 而有经验的专家靠的不是理性分析 而是直觉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靠直觉来决策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可这些专家的直觉常常准得可怕 在书中 克莱因给我们举了一个消防员的例子 一个消防队长带着他的部下去救火 本来火情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可是消防队长进到那栋着火的建筑物时 却感觉很奇怪 一来是房间里的温度感觉比平时高了一些 还有就是现场太过安静 没有着火时噼里啪啦的声音 消防队长觉得整个现场模式不太正常 可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于是他马上组织部下撤离了大楼 谁知道当众人退出大楼没几秒 整座建筑物就突然倒塌了 如果刚才大家还待在原地 此刻必然已经葬身火害了 事后经过调查才知道 原来当时着火的地方是在地下室 所以温度才会比平时高 而且有了地板挡着 着火时噼里啪啦的声音被降低了 可是当时消防队长根本不知道 这栋建筑物还有地下室 他所有的判断都来自于直觉 其实生活中很多领域的高手 在决策时靠的都是直觉 篮球运动员投中三分球 靠的是所谓的手感 老警察发现罪犯 经常靠的是直觉 就连全球首富贝索斯都曾说 我最好的决策都是靠直觉 而不是分析 那是不是说我们任何人在决策时 都不要动脑子 凭感觉走就行了呢 当然不是了 准确的直觉来源于丰富的经验 作者在书中说 大多数人都以为直觉是一种先天特质 但实际上直觉可以被训练的 它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愈加成熟 经验越丰富 直觉的准确率就越高 那么靠直觉决策 是不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呢 当然不可能了 就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 也不敢只凭感觉给病人开药 因为那百分之一的错误 就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后果 既然我们不能完全靠直觉决策 那直觉还有什么用呢 直觉最大的作用 就是快速提出假设方案 比如当一个消防员 进入一栋着火的大厦 他的直觉会立刻告诉他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救火 一个有经验的医生看到病人 脑海里会立刻想到 病人可能得了什么病 可以怎么医治 当你的直觉给你提供了一个假设方案 接下来你就可以运用模拟演练的方法 来判断这个决策是不是可行 举个例子 你的领导交给你一项任务 就是马上组织一次紧急会议 因为时间紧任务重 你不可能静下来想一想 有集中组织方式 然后通过比较找到自由的方案 而是靠直觉立刻先想到一个方案 然后你会在脑海里模拟演练整个方案 看看是否可行 一旦觉得没太大问题 你就会立即行动 好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决策高手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 他们会通过直觉来产生解决方案 再通过心理模拟来验证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可行的方案 克莱因把这种做决策的方式叫做RPD决策模型 在克莱因看来 RPD决策模型是最有效的决策思维 它适用于信息缺失 时间有限 风险较大等决策难题 RPD决策思维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不需要我们在比较和权衡中浪费时间 而是能在短时间内高效地解决问题 虽然RPD决策模型是最有效的决策思维 但不意味着它就是屡试不爽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也有漏洞 我们在心理模拟的时候也可能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 但好在除了直觉和心理模拟这两个核心的决策方式以外 决策高手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 能帮助他们做更好的决策 作者把这些能力称为决策的力量之源 决策的第一个力量之源就是杠杆点 什么是杠杆点呢 就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阿基米德曾说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杠杆点的威力 在决策中呢 如果我们找到杠杆点 也就找到了行动方案的起始点 比如亚马逊公司之所以能在日新月异的商业潮流中 屹立不倒 是因为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 找到了公司发展的杠杆点 那就是究竟什么是不变的 在贝佐斯看来 既然这个世界变化非常快 那么我们应该换个思路 思考一下什么是不变的 就购物而言 不变的东西呢很简单 就是人们永远希望以更低的价格 更快的速度买到更好的东西 亚马逊呢找到了杠杆点 他的每一个商业决策都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点 这才让亚马逊逐渐发展成为最大的综合网络销售商 除了发现对我们有利的杠杆点 决策高手们还善于发现对我们不利的杠杆点 比如一个有经验的生产线经理会意识到 如果某一个关键的零件不及时送到 那么整个制造任务都无法按时完成 那么这个关键的零件就是一个重要的杠杆点 当我们找到一个杠杆点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行动方案 而当我们找到的杠杆点越来越多 这些碎片化的行动方案也就越多 接下来我们就能把这些碎片方案都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 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决策的第二个力量之源是拥有超强的洞察力 也就是说决策专家们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 更快地发现异常现象 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给大家举过的消防员的例子 当消防队长进入着火的大厦里时 他能敏锐地发现异常现象 比如温度太高 太过安静等等 这就是洞察力 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人的洞察力超强 写满数字的业绩报表 他一眼就能发现错误 看似平常的时事新闻 他一眼就能发现赚钱的机会 有经验的HR 一眼就能从众多应聘者中找到可用的人才 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为了观察决策高手们是如何决策的 克莱因曾在医院的新生儿监护室里工作过 他发现有经验的新生儿科护士 总能一眼就判断出婴儿是否得病 有时候甚至比科学的测试还要准确 这是因为这些护士在长期工作中训练出超强的洞察力 他们能敏锐地观察到婴儿细微的变化 比如如果一个婴儿之前每次量体温都要哭闹 某一天却没有哭闹 那么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当然护士们不会根据一个线索就武断地做出决策 而是关注到一系列的线索 然后综合起来进行考量 总之拥有洞察力的人能够更快洞悉事情的本质 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而做出更正确的决策 决策的第三个力量之源是拥有经验迁移的能力 也就是要学会类比 决策高手们会将当前的情境和之前经历过的类似情境进行对比 就好像往自己的经验银行里调取经验资源一样 更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有经验类比的能力 比如当你的汽车无法启动时 你会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电池没电呢 还是发动机坏了呢 这时候你会联想到一个经验 就是之前有一次你忘记关掉车灯 结果电池里的电量都耗尽了 所以你想到你可以开启车灯 检查下电池是不是有电 如果有电呢 那多半就是发动机的问题了 如果没电 那可能就是电量的问题 所以决策高手们之所以能做到高效决策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类比的经验特别强 首先他们在某个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次呢 当他们遇到决策难题时 他们能运用类比的方式 联想到以前出现过的相似情况 调动已有的经验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决策的第四个力量支援 是要有沟通意图的能力 前面我们讲到的都是个人决策的能力 但在生活中我们除了要做个人决策 常常呢还要进行团队决策 比如我们常常需要请别人执行我们的决策 或者呢 我们自己需要去执行别人做的决策 如果在团队决策中 我们不能很好地沟通彼此的意图 那么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举个例子 你最喜欢的马克杯把手被摔坏了 你让你的老公在去商店的时候呢 顺便帮你买点胶水 可是你没有告诉他你要买胶水是为了沾马克杯 结果他买回来的是那种沾纸张的胶水 你看啊 在团队决策中 如果彼此没有搞清楚决策的意图 常常呢就会出错 所以决策专家们还有一项能力 就是沟通意图的能力 在需要别人执行他的决策时 他们总能准确地表达 从而让别人理解他的意图 这样一来就能大大提高决策的准确率和执行度 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 那些决策高手们是如何做出正确决策的 首先呢 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通过直觉来产生解决方案 再通过心理模拟来验证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接着他们利用洞察力 经验迁移能力等力量之源 避免自己陷入偏执 提高决策的正确率 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决策的新手 我们应该如何训练 才能让自己也拥有这些神奇的能力 从而成为一个决策高手呢 很多人认为啊 要想从新手进阶成专家 就必须非常清晰地了解决策的具体步骤 可是情况在不断变化 即使对你决策步骤到位如流 一旦到了实际现场 你就会这些较久的理论根本派不上用场 所以要想成为决策专家 重要的不是学习决策的步骤 而是理解决策高手的思维方式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一种方法 那就是运用故事 提取专家头脑里的知识 如果你只是简单地问 专家们如何做出决策 他们可能告诉你凭感觉 而这样的回答对你来说 毫无启示意义 所以我们要请专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从这个故事中探查他们决策的思维过程 举个例子 假如你是一名新生儿护士 当你发现你的前辈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婴儿的异常情况 并且准确地找到护理措施 那么你就可以邀请你的前辈 来分享工作中印象深刻 并具有启发意义的故事 在故事讲完之后 我们要通过四个步骤来分析这个故事 首先我们要能抓住故事的重要部分 不在琐碎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然后我们要尝试完整的复数故事 我们可以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复数 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 比如当时几点钟的时候 你的前辈发现婴儿的哪些异常现象 几点钟的时候 他采取了哪些护理措施 几点钟的时候 他感觉孩子的状况不妙 立刻呼叫医生采取急救措施等等 我们可以按时间线索 把整个故事梳理一遍 让事情更清晰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了解专家的思维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 追问一些关键的问题 比如 如果你的前辈选择了某种行动方案 我们可以问他 当时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案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方案 我们还可以通过想象进一步追问他们 比如问 如果这个方案无法执行 你会怎么办呢 通过反复的追问 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专家们 在决策时的思维过程 最后我们还可以提一些探查性的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询问专家 如果我才是那个需要做出决策的人 我会容易犯下哪些错误呢 为什么我会犯这些错误 因为专家也是从新手过来的 他们在成长的途中必然也犯过许多错误 我们可以通过问这些探查性的问题 可以避免走更多的弯路 从而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向专家们学习了决策经验之后呢 我们还要在平时的生活中 敢于挑战棘手的事件 将经验遇用于实践 才能拓宽经验根基 克莱因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 那些在小地方工作的消防指挥官 经验比较薄弱 在面临棘手的决策时 他们的表现和新手其实差别不大 而那些在遍地都是老旧楼的 大城市工作的消防员 决策的效率往往更高 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小地方火灾较少 火情呢 也比较简单 消防员们积累的经验自然就少 而大城市的老旧楼 一旦着火火势蔓延得很快 这就使得这些地方的消防员 被训练的经验丰富 能更快更准地做出决策 所以啊 在克莱因看来 新手进阶成为决策专家的方法 就是让他在更多情境下 进行经验训练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模拟情景来进行训练 比如当你的同事遇到某个棘手的问题时 你不妨想一想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然后呢 默默地在心里模拟整个决策过程 之后你可以再看看 你的同事是怎么做的 他的决策有什么样的结果 通过不停地模拟和训练 你能积累更多的决策经验 不仅如此啊 我们还可以通过反思的方式积累经验 比如当你遇到了某个艰难的决策 那么你可以在决策之后 及时进行反思 比如你可以思考 这个决策带来了哪些好处 哪些弊端 还有没有更好的决策 你还可以呢 和这方面的专家讨论 看看他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会如何应对 通过不断实践和反思 我们也能逐渐形成自己的经验银行 当以后再遇到决策难题时 我们就能从经验银行里调出经验 从而帮助我们做更加正确的决策 以上我们谈的都是 如何成为个人决策的高手 如果是团队决策 问题呢 就要更复杂一些 因为在团队决策 不仅涉及到个人 还需要团队之间的默契和合作 在生活中呢 如果我们在执行别人的决策时 只是关注了决策的字面意思 而忽略了决策的最终目的 那么很可能会出现问题 就好像之前的例子 你想要让你的老公给你买一瓶 可以沾马克杯的胶水 可你老公只关注到了胶水二字 所以最后办错了事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让团队决策更加高效呢 在克莱因看来 团队决策时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意图沟通 也就是说要在决策时 让每一个团队成员了解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要怎样做好意图沟通呢 在书中 克莱因提到了 沟通意图的七个关键点 让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例子来说 你心爱的马克杯把手坏了 你知道呢 你老公下午会去超市 所以你请求他到超市旁边的五金店 给你买一瓶胶水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决策执行工作 那么你要怎样和老公沟通意图 才能确保他不会买错呢 首先啊 我们要沟通的第一个关键点 是任务的目的 也就是你要老公买胶水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告诉他 你要用来沾马克杯 那么他很可能 会给你买一瓶粘贴纸张的胶水回来 我们要沟通的第二个关键点 是任务的目标 也就是你对于理想结果的设想 如果你能把目标描绘得更加细致 那么你如愿以偿的概率就可能增大 比如你可以告诉对方 我希望呢 今天下午 你能够给我买一小瓶陶瓷胶水 这样我就可以修理一下马克杯了 简单的两句话 我们就把最重要的任务目标沟通清楚了 接着你要沟通的第三个关键点 是计划步骤 错者提醒我们 很多决策者啊 都喜欢事无巨细的指导下属 每一个行动步骤 但这样一来 往往会让下属畏手畏脚 反而呢 无法顾及全局 所以 做事的计划步骤 应该让执行者自己去设想 比如 当你要你的老公买胶水时 你不必要求他必须先去超市 买完全部东西 再去五金店买胶水 而是可以放手 让他自己去处理 然后我们要沟通的第四个关键点 是计划的基本原理 虽然我们不需要要求执行者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计划的基本原理和他们沟通 比如你可以告诉你的老公 如果你在逛超市时的看到陶瓷胶水就可以直接买 如果没有再到五金商店买也不值 当你告诉对方计划背后的原理 其实就是在为他设计一个新的行动方案 当然最终选择哪个方案还是取决于执行者本人 接着我们要沟通的第五个关键点 是帮助个体做出关键决策 意思就是 作为决策者 我们要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出预期 并且告诉执行者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比如你可以提前预料到 如果五金店实在人多 要排队半个小时 你就别买了 晚上的时候呢 我再自己去一趟 再之后呢 我们要沟通的第六个关键点是反向目标 也就是和执行者沟通 你不希望发生的结果 比如你可以叮嘱另一半 我不希望你买的是沾纸张的胶水 或者不希望你买某某牌子的胶水 最后我们要沟通的第七个关键点 就是注意事项 也就是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可以提前和执行者沟通 比如如果你知道去五金超市的某条路正在修路 你可以提前提醒老公 不要走那条路 除了这七个沟通的关键点之外呢 作者克莱因还提到 优秀的意图描述 还要把时间和资源囊括进来 比如你要讲清楚 这个任务什么时间内就要完成 我们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等 当决策者和执行者做好了详细的意图沟通 那么执行者就能很好地想象决策者的思维过程 有时候不需要你持续下令 执行者也能按照计划灵活变通 很好的完成任务 当然作为新手的我们很多时候担任的不是决策者的决策 而是执行者的决策 那么我们就要提醒自己 不要一味地被动执行上级的命令 因为一旦碰到情况有变 决策者来不及改变行动方案 那么作为执行者的你 很可能就会把事情办砸 所以在行动开始之前 我们要把沟通意图的七个关键点搞清楚 尽力去理解决策者的意图 尤其是遇到不懂的决策点 应该事先和决策者沟通 这样才能提高执行力 把事情办好 到这里我们已经共同学习了 如何做出正确决策的全部精华内容 接下来我想为你再次总结一下 本书的内容 首先我们了解了最有效的决策思维 也就是RPD决策思维 所谓RPD决策思维 就是通过直觉来产生解决方案 再通过心理模拟来验证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可行的方案 在克莱因看来 RPD决策思维是最有效的决策方式 当然RPD决策思维并不是屡实不爽的 所以除了直觉和心理模拟 这两个核心的决策方式以外 决策高手们需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支援 帮助他们更好的决策 第一个力量支援是杠杆点 决策高手们能在第一时间 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并把这些突破口串联在一起 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 决策的第二个力量支援 是拥有超强的洞察力 决策高手们总能发现 别人看不到的细节 更快地发现异常现象 而这种洞察力能让他们做出更正确的决策 决策的第三个力量支援 是拥有经验迁移的能力 也就是要学会类比 决策高手们在遇到问题时 总能联想到之前遇到的类似问题 然后调用之前的经验 运用于现在 从而让决策更高效 决策的第四个力量支援 是要有沟通意图的能力 如果你想请别人执行你的决策 就必须准确表达自己的意图 让别人在第一时间 理解你的思维过程 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决策执行到位 在学习的决策高手是如何决策的之外 我们还学习了 如何从一名决策新手 蜕变成决策高手 首先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学习决策高手们的思维方式 你可以请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讲一个印象深刻的决策故事 通过访谈的方式 了解他们是如何决策的 接着我们还要勇于挑战棘手的事件 把从高手们学到的经验 运用到实践中 如果是团队决策 我们则要做好沟通工作 关注到意图沟通的七个关键点 从而让决策更好地落实到行动上 好了 相信听完这本书的交伙伴们 会对决策这件事有更深的体悟 希望大家能把书里提到的技巧 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 让我们能不断提高决策能力 成为一名决策高手 好了 这本如何做出正确决策 就学习到这里 期待与你下一本书的学习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